大家好,沈帝的港投資 這個系列一定要先看回第一集 因為第一集才會解釋這個節目的性質 所以我就開始說 現在就是美國第一間 叫First State Bank 一間小銀行 總資產是一億五千多萬美金 一間小銀行 這些情況當然不普遍 是說2018年沒有發生過 2019年發生過四宗 今年來說是第二宗 也是因為疫情之後第一宗 因為疫情影響下降落 就是第一宗 這樣的話 當然本身仍不足為奇 但是 你可以看到一些苗頭來 這些大家都不需要我講 美國現在有多嚴重 失業率4.4% 仍不停急升 他那些疫情是失控的 因為實在是 他們一直不主張戴口罩的問題 包括特朗普自己一開始 一直都告訴你不要戴口罩 一直是說 甚至乎 有少許感冒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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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又爆炸了 這次都已經爆炸了 燈中了 現在下降了 疫情失控 現在先用口罩 才急謀出路 你可以預期他越爆越嚴重 這次的話 他一定是受到重創 所以這一段 我是不是這麼說呢? 始終你也是 真的 反而中港 傳媒控制能力足夠 是嗎? 要說真的 每天死人 都不肯報就算了 有什麼所謂呢? 隨便給我 隨便安死死因 比他還可以 正如現在我又說一件 香港發生的 二十歲女 在家裡 呼吸困難發燒 然後 送院途中就死了 二十歲而已 我一直 當然 會員片我才會講 會員片我才會講 這些 一直是武漢肺炎 其實殺傷力都不是這麼大 真正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很年輕 那麼年輕 不理男女老友 都死那些 即死那些 是另一種 而你看到 是 他現在送到醫院 驗肺炎 陰性 在他的肛門 又試過 心喉又試過 都是陰性 即不是死於肺炎 因為一般肺炎死那些 都是老藥殘兵 另外這隻 是 不知道 即是你年輕人 好男女老友都 還有 是很快速地死 變成 這隻 我的定性 他叫UPK 其實 詳細我在會員片裡說 你是看到 這些數字死了 你在美國 是很難掩蓋的 但在這裡 在香港 中國 他不是說 死因有待 調查中 接著就沒有一件事 沒有人會追蹤的 傳媒又不報 是不知為何死了 所以他隱瞞著這些 而你看 歐美 特別是美國 他們 比較開明透明的態度 他們沒有人肯揹這些票 沒有那麼多人肯揹這些票 真的 那些醫護也好 醫生 集體的 責任感強 但是 中國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我之前已經說了幾個 全部是 stay under table so far 都是除了我這個channel 之外 沒有其他人說的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就沒事 沒有人知道就等於沒事 所以 也是這樣說 美國就是 這次就是 好像080 那樣爆炸 那些銀行 就跟著來 因為你實在是很難的 如果去亂七 那麼引錢 也都是 令到投資者 去收入信心 反而中國 現在就假裝 假裝成沒事的話 就是多人相信 就算我身邊 自己不佛 很多大陸來的人 真是信足 就飛回去 直接飛回去 就說 拜拜 我現在就不用怕 他們本身是從北京跑出來的 被疫情 現在就是 搞定 家裏搞定 又反過來 所以你看到 這一期的錢 是一定這樣湧 而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 美國是否出業銀油 但現在是受到雙重打擊 石油現在又不值錢 人家現在俄羅斯和沙特拉伯 一起按下格 其實就是做低 就是不想他有新的競爭者 其實就是合起來一起做 就不想讓美國分一杯羹 即是硬用賤價做低 他 讓他打不到 這個新的市場 那裏 變成了 美國這次 當然就是 幾濕勢 幾嚴重 而你可以預期 這兩三年 投資的中心 都還是在中港 回頭 而大家也看到 現在香港港幣的匯價 即是長期跌到底線 證明這些資金 是不停湧入香港的 所以都是這樣說 真的 恭喜大家發財 希望大家的財源滾滾來 多謝 我們現在是走回原制 如果你進去我的頻道 你會看到我們大部分的影片 都是Members Only 其實你任何一條影片 在我任何一段影片底下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Join和Subscribe 即是有這兩個功能 如果你按Join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加入 那就可以看完所有的影片了 今晚的影片